暗夜中烈火狂烧 每层窗户都透出火光 浓烟直窜天际 2017年伦敦西区格兰菲塔公寓大楼 发生大火夺走72条人命 当时大火震惊英国社会 时隔7年火掉结果终于出炉 长达1700页的报告中 罪魁祸首认定是参与大楼 维修改造的时工业者 业者宣称包材防火 但实际上并不安全 而事实上英国政府 对于包材并不安全一事 早就知情 格兰菲塔火灾幸存者 至今仍然气愤 对于火掉结果并不买账 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出面 代表政府道歉 火掉结果出炉当天 伦敦又有一栋高楼住宅 起火 塑性 五人受伤 伦敦市长表示 企业的贪婪 酿成悲剧 然而伦敦目前 还有超过1300栋建筑 都存在类似的安全问题 尽管格兰菲塔火灾 终于告一个段落 但伦敦建筑的安全性问题 依旧没有确切改进 TVBS新闻 继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